《创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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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的28号了 今天天挺冷啊 外边儿 早上还下了不小的一场雨 4月份的天 现在是变化剧烈的时候 今天呢 冲了这么一大杯咖啡 看得亮 好像是有点这个 太寒了 这个咖啡杯 然后呢 准备了一点那个菠萝 和大家继续聊一下这个 轻松的话题 这个小牌牌 对于没看过我上几期节目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从这个字面上理解 Happy to go 就是快快乐乐的走了 那么知道我这个节目的主题的朋友呢 知道这个是安乐死的意思 那么最近呢 在聊一些关于建国 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话题 今天呢 也是这样的这个话题 这些天呢 遇到了很多事 有的时候呢 让我想起了很多 关于万事那个 不离中心嘛 关于这个建国这方面 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感慨 有人说呀 说这一个不发达的一个经济体 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 或者一个省市也好 一个地区也好 说街上见不到美女 为什么呢 我知道其中有一个因素 人嘛都是避害趋利的 那么哪好呢 上哪去 改变不了的 没有人就试图改变 那么我们用脚说话 我们就走了 那么最现实的呢 女孩喜欢生活 喜欢富足的生活 天天愿意快快乐乐 乐乐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然后呢 能够享受非常忧郁的这个生活 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想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 所以他们呢 是一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 成都的情仪表 我们呢 原先也是全国各地的去走过 到南方 特别是某些城市 当地的居民就会和我们说 哎呀 听你的口音像北方人呢 我说没错 是北方人 哎呀 你们北方有很多女孩子啊 在我们这里啊 穿的漂漂亮亮的 满大街都是啊 就是大家在聊这种 轻松的话题 但是呢 这里边有很重要的这个信息 在里边 一般呢 明眼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光说是美女 她在追求富足的生活 包括帅哥也是一样 帅哥和美女是分不开的 但是呢 通过这种经济 对这种现状 就把男和女就给分开了 有的时候呢 这个男孩子 他离不开这个地方 他还要在这里进行奋斗 有的呢 那就直接也去奔经济发达的那个经济体走了 用脚投票 这个呢 这个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 那么落实到这呢 又提起来我们这个建国这个事 前几集聊了很多 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小国家 应该是一个经济发达的 而且是异常发达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很简单 它想当然的 它会吸引不光是帅哥美女 还有一些 对生活有同样 那种旅行的这样的这个 有时之事 愿意 到这个地方来度假 甚至是加入我们的这个国籍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 我们 如何去 把这样的这个国度 通过大家的努力 把它迅速变为现实 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 我一说 大家也都知道 比如说 现有的一些经济体 处在自然环境非常 优越的地方 但是那为什么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呢 实际上 要是如果 问题简单化 真的这个原因就很简单 有一些历史 文化 还有包括 其他方面 特别是执政者 范围的这个主观的 这方面的这个意识 说白了 就是有跳不出去的这个维度 它维持在这种 低维度的这个 空间 进行社会运作 它呢 很难达到 现代社会和迅速发达的 经济体的重要的这些因素 它没有 所以呢 一天一天 一日一日一月一月 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个地方还是依旧过着传统的生活 还是维持着经济的现状 有的时候不下滑就已经不错了 更不要指望它会有一个什么 比较飞跃的这样的这个成绩和举措 那么发展经济这个话题 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呢 受着很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去制约 在现有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这些东西是约定熟成的了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很难改变 而如果要是想要有取得突破 有所转变 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什么呢 是一个新兴的国家 从它组建的初期 从它运筹帷幄的时候 就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从发展的初期 制定的这个治国方针各方面 就把这个经济 已经纳入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 宪法内容 就像我前几集说的一样 我们要成立的一个国家 是给每一个人们 提供一个人生完美的句号 这么一个旅游的过程 也就是完成happy to go unless这个任务和使命 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立国之本 就是以发达经济 造福国际社会为己任 我们国土不大 我们的决策层都是开明派 我们的国民 我们是有选择的 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国籍 也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我们不是靠着这个 有烟产业 不是靠化工 不是靠矿产 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这个 绿色的这个项目 来造福大家 所以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国度 从政治经济信仰等等教育 各个方面我们都是崭新的 都是根据大家的共同的共识 制定的政策 来发展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国家 也叫理想国 上一次我讲说这个国家 我准备叫暂时 管它叫小香港 现在呢 有了另外一场那个进步 我们现在暂且管它叫理想国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城市 或者是国家 他有一个梦幻般的美好的这一个期待 每一天醒来都希望迎接的是美好 所以说我这里叫理想国 那么这个概念呢 是对于每一个人 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这个答案 之所以叫理想国 那么这个国家在组建初期 就采纳了大家理想国的种种建议和方案 制定出来的这个宪法 和国家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主线 那么这是按照大多数国民的愿貌来发展的 所以呢 理想国就像它的这个字 字面理解的一样 是我们大家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想化 所筹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边是我们在一起的这边 这边说不是吗 我们大家可以降织 我们可以降织